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次附魔完了 他会讲 今天佛菩萨讲 下一次附魔要准备几道菜 有没有 下一次附魔要准备多少菜 多少供品 多少菜 这个佛菩萨下降要受这个供养 错了 鬼才要吃这个你的供品 你附魔那么认真 没有错 你很会烧附魔 附魔那么好 为什么 鬼要吃啊 鬼重要啊 你要烧几道菜 还要自己做菜 因为鬼要吃啊 佛菩萨会吃你的菜吗 我告诉你 到了诸天啊 你想什么 那个菜就出来 自得自化 自己化出来 自己得到 到了诸天啊 因为他天上享福享乐 还到人间来求起你的供养 不对 密教的法是以你的虔诚的心 来做供养 用你的心加入附魔炉 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 不是真正的佛菩萨来 来下降来吃你的东西 来下降来吃你的东西 不是的 你的供品都好吃啊 你最好的供品啊 龙虾啦 鲍鱼啦 鱼翅啦 这个海参啊 那就是象征性的 密教友讲 你用了心 就是最好的供养 心供为上 法供为上 心供为上 什么叫心供为上 你心里很虔诚 这个就是供养 法供为上 什么叫法供为上 就是你修了法 认真的修了法 你亲近了 这个供养就是最大的功德 你煮了几道菜 煮了几道菜 要多少道的菜 要供养 佛菩萨看到你的心 他知道你有虔诚的心 他就接受了你的心供 并不是用菜去供 你煮出来再好吃的菜 也比不上天上的 你了解吗 天上的山珍海味 人间的山珍海味 比不上天上的食物 消灭 天上珍海味 人之间的一类 姐妹 其他的 几道菜 记得 几道菜 人之间 你 看